早安 各位 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二的早上 現在夜的時候 美股道指輕微低收18點 不過不影響港股的反彈 上天港股低開高收 同時今日也是高開80點 去到23,015點左右 由於昨天好幾個中資板塊 包括內銀和內險 我相信隨著人民幣的匯價急升情況 有所反彈 導致國企重來跑型 今天恆子亦可以高開 短線來說 我相信恆子可能持續地反彈 多一兩日 因為昨天的沽壓明顯不強 不過不影響我在中線的看法 中線來看 10天、20天線都已經下穿了50天線 同時整個浪 我相信都有所扭轉 或者起碼都是走平 所以恆生指數 往後的後市 特別要關注美國大選方面的消息 同時間 今天有一個數據會中佈 就是澳門方面每月的博彩收益 這會影響到很多古今三月的表現 留意 後市繼續橫行 偏於向淡的機會都多 但不排除這兩日會有反彈 建議大家 如果做淡的話 不要趕在這兩日看定一點 首先尤其是明天11月2日 聯儲局所謂的意識 亦都會有一個經濟復甦的預估 和檢討在這裏 都是市場會關注 同時可能會無高落低的市場 一個重要因素